听一下科尔教练的采访 这一次的冠军和其他之前赢得的冠军 什么不同呢 我一会再回答 我先祝贺一下波尔士顿开始特团队 他们系列赛打得非常精彩 他们是不思议的对手 他们的运动能力 他们的身材 在他们的强硬程度 他们的防守的能力 其实给我们造成非常大的困难 他们在课场曾经赢过我们 在主场也给我们很多的挑战 我们在决赛里面输了两场 对我们都是非常巨大的打击 我想对于他们而言 有很好的技巧 最终没有拿下冠军 也是会非常沮丧 同时我要祝贺乌杜卡教练 以及他们的经理 以及很多都是我的朋友 曾经在另外在Fiba我指教过的 或者合作过的一些球员 双炭花 包括怀特等等 我其实能够感同身受 就是在这样的舞台 最终输掉比赛是什么滋味 但是他们是很伟大的球队 也是很精彩的一个对局 但抱歉我忘了你刚才问啥了 就说两个不同的冠军 有什么感受 这一次冠军和之前的冠军 每一次都是很不一样的 我觉得今年可能是 看起来概率最低的一年 如果你看过去的一段时间 发生的情况 包括克雷的伤病 格林在年底的情况 然后库里的年底 也遇到一些小的伤病 然后包括我们的新的一些 在我们的传统的核心之上 来填补的一些新鲜的血液 但是你看到 格金斯 小佩顿 卢尼 他们巨大的进步 以及他们对整个比赛的影响 包括乔丹普尔 当然我肯定会忘记 可能会没提到一些人 忘记提到一些人 但是每一个人都对团队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们的整个球队是非常伟大的 祝贺教练 你在整个职业中 也非常成功 那你能不能讲一讲 库里 他是不是还能一直让你感到惊讶 就像第一年的时候 是的 我觉得他从身材上来讲 和传统的这种超剧 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这样的联盟里的过去的这个传统 我其实经常 我和邓肯合作过嘛 他们是完全不同的球员 但是如果你从人的角度来 人性的角度 从这个谦卑的以及天赋 这样的一个完美的组合的角度来讲 让所有的在他周围的人都想为他赢球 其实我是非常兴奋的 为每一个根石里的每一个成员 很多人都为球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对于库里而言 如果没有他的话 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但这也不是意味着其他人 比如说我们老板 Joe and Peter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们能够把这个组织打造得如此伟大 包括我们的经理Bob Miles 以及我们的非常天赋满满的球员 但是库里最终是 为什么我们能夺下这么多冠军 其实非常像马刺的邓肯 他就是真正球队的核心和超级 我为每个人感到高兴 但是我尤其为库里感到欣慰 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为他已经非常完美的职业生涯 又增上了摩摩重彩的一批